目光在转向珠海南方都市报今天有报道 毕业四年26岁女已任副局长 有些人说是不是快了点啊 昨天珠海市斗门区在政府官方网站上挂出了 区管干部任前公事通告 共有14名已任用人员 其中一名今年26岁大学毕业才四年的年轻女子 引起了市民赵先生的注意 她说这么年轻就被任命为斗门区监察局副局长 选拔过程是否公开公正 董门区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说 本次公开选拔的干部都经过一系列十分严格的程序 结果是完全经得住考验的 对于外界的质疑呢 这名叫赖家琪的女孩的记者说 她能够理解 因为毕竟自己太年轻 刚刚过任科员三年的线 大家都有一位也是很正常的 她说这次三家报名公选 在于自己的条件符合招考要求 她本打算做个尝试 当做是对自己的锻炼 并没考虑过结果会怎么样 她也是昨天才知道自己被被任的公事 那么对于这个结果 她也感觉意外 至于说到其他方面 她说他们家在珠海是没有亲戚的 而且说就算临时报佛教 33个领导干部 她该报那个佛教好了 有些时候 可能由于之前的一些报道 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事 让我们有些神经敏感 其实这种敏感对于监督政府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要把心态放宽一点 只要年轻有为 只要能把工作做好 我们都愿意让她尝试 感谢观看